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向左和郭碧婷的相识,相恋,向爱到结婚修成正果,都是在综艺节目中直播的,近日他们在意大利举行了婚礼盛典,按照向太的风格,简单而温馨,只请了少数的亲朋好友,看到节目中放出的婚礼画面来,又是一个公主嫁给王子的故事。 郭碧婷更是喜欢向太的极度喜爱,另多少人羡慕,那么就在刚刚大婚后,他们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,讲到了各种婚礼的细节,都是由向太和向左操持的,向太负责大头,向左负责小头,甚至把那一天,夕阳什么时候,回落下去都缠了一遍,所以那么那么每个婚礼现场,都是超级用心的啊。 郭碧婷也表示很喜欢这场婚礼,简直是被宠成了公主。 随后他们说到了,在一起参加女儿们的恋爱的嘉宾们,虽然是分开路的,但是都有联系。 在主持人,问到对他们,有什么祝福的话语时,向左一开口,直说祝川女士,能找到更好的伴侣。 这话一出,毕婷也感觉到有点不对劲,想拉了一下向左的胳膊,开玩笑说,你这是,直接拿单身人是太帅啊。 紧接着,向左祝福徐璐和张明恩,要一直这么幸福下去,最后走到我们这一步。 很给力,看来是看过节目之后也被填到了啊,你们都是宠妻狂魔啊。 但是说到郑爽就不一样了,欲言又止,之后说了三个字,朱好运。 后来觉得不得劲,补充到郑爽那一对很有趣,坐在一旁的郭碧亭,连忙拉住向左的手,示意他不要再说了,还说到向左,你也很有趣我觉得。 说到这里,真的感觉向左的情商,堪忧啊,幸好脑坡一直在旁边小心提醒着啊,有不少网友说向左是在开玩笑的,但是玩笑是让人笑的,他们也并没有多深的交情,就这么说确实有点不合适,因为郑爽和张恒的恋爱势力是摆在大家眼前的,向左这样一说又是让大家火开了笑话。 这番场面不如,就像是郭碧亭一样官方的,送上祝福就好,开玩笑一定要分场合,随后向左也说到自己是讲了一些真实的东西。 不过忍者见仁吧,或许对于张恒正爽的恋情还真需要向左这样直接的评价,也能让他们意识到在爱情中的小过失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。 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娱乐频道。